嗨 大家好 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 今天要分辨正版盗版灭影魔龙 正版的包装请认证TAKATOMI 盗版的火牌魔龙没有设计包装 只有塑胶袋 内容物还是缺少了贝利亚装用的FGear 还好零件是送对的 先来看附与灵魂之后 正版的贴纸相当精致 魔龙会喷火 盗版的贴纸有够稠 中间变一坨 没有贴还比较好看 耳魔龙最大的特征就是 旁边有橡胶材质 盗版的旁边是吗 好硬哦 这个敲下去的声音好扎实 是塑胶 还原度相当失败 还好切换高模式没问题 接着换铁跟轴 分辨细节在影片的最后 轴心的功能会堆会传 都有顺利反冒 正版紧实度 很紧 我给9.5分 盗版紧实度 还好 我给7.8分 诶 怎么怪怪的 它竟然是 右回旋 正版的魔龙是 左回旋才对啊 盗版商 你累了吗 究竟是 左回旋橡胶魔龙比较强 还是右回旋橡胶魔龙比较猛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加油 正版灭影魔龙 让它看看 左回旋橡胶的厉害 没打到 来了 差点爆走 没打到 来了 差点爆走 竟然是正版爆裂的分 盗版的下巴 惊讶到歪了 很好 继续爆裂 盗版想死出 那个虚无暴击 结果被反爆 听牌 虚无暴击耶 盗版吓到 这局比较平和了 看来是持久赛 究竟是橡胶比较会吸 还是塑胶呢 恭喜正版 轻松完胜 换高模式 爆裂 加油 高模式 比较有火花耶 攻击 恭喜正版 先得分 哇 想不到 打了那么多场 盗版 连一分都还没有拿到 攻击 哇 算你初戒再爆裂 2比0 继续得分吧 正版 嗯 不要给盗版面子 一分都不给他 爆裂 好 一分都不给他 爆裂 好乖啊 恭喜正版 听牌 盗版能不能从正版手中 拿下一分呢 攻击 爆裂 一分都不要给他 哎哟 竟然守住了 看来是持久赛 高模式的塑胶 能不能吸引正版的橡胶呢 这局是 恭喜正版 轻松完胜 六回旋 塑胶魔龙 弱爆了 分辨重点 记得支持正版的哦 记得支持正版的哦 我可以帮助 刀背后 养 你帮助